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要装房子 还要带我创业 虽然每天看着你是乐呵呵的 但是其实我知道你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只是不想把这些烦恼带给我而已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一个男人 如果我连这点压力都顶不住 将来还怎么照顾你们 这些事情我能摆平的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小月 但是我不想你那么辛苦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爸爸也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分担 那你手上拿的啥 把手拿出来 没什么呀 那只手 怎么了嘛 那只手拿出来 你就吃这小月 这不挺好的吗 好啥呀 赶紧拿把它收了 收了干啥呀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一个摊位 一天都进费后几十呢 再等一下我马上就卖完了 还等啥呀 你看看这周围哪里还有人 就你一个人在这里 这会儿不是中午了吧 他们可能都回去吃饭呢 张哥你看 早上人多的时候 我还卖了好几十块呢 你们就再等一下 赶紧的 把菜收了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不去 为啥呀 我想帮你省点钱 我带你去吃饭呢